哈囉 今天給大家拉提賽 這句剛剛講過了喔 大家好 這也是劈他哥哥 那我現在在看我自己的影片 沒錯 我為了錄這支影片 我留了一個多禮拜的鬍子 我現在把它全部刮掉 都是因為Cosmo跟Covla 看兩個鬍子那麼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Guy 所以 上個禮拜我做了一個視頻 就是模仿八位健身YouTuber 做出一道雞胸肉料理 其實我原本沒有打算要模仿 就只是單純想分享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道雞胸肉料理給大家 不知道哪一個靈感就想說 欸 不然我來模仿健身YouTuber好了 再嘗試一下的時候 本來就決定要放棄 因為其實有些人真的太難模仿了 不過我的夥伴呢 知道我有這個意願 他就去私訊了這八位健身YouTuber 然後讓我很意外的是 大家居然都答應了 在私訊他們的時候 逃回我 好啊 沒問題 可是就在後面附上一個 哭笑不得的表情符號 好 老實說 其實很想拒絕對吧 趙勇JD舞還有Pita哥哥 則是一口氣就答應了 Cosmo告訴我 沒問題 不過在上傳影片前要先讓大家看一下 畢竟大家也知道 我的影片有時候 怪怪的 是每次都很怪吧 喂 趙勇 JD Pita 答應得這麼快 後悔了吧 還有熊熊跟Cobra 都是非常熱情的健身分享者 在得知我們的意圖之後 他每次爽快就答應了 他跟我們小聊了一下 最後館長 陳正先生則是給了我一個 迷養的貼圖 然後叫我放手去做 總之非常謝謝這一群優質的健身分享者 因為有你們的帶動 讓台灣的健身風氣越來越好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優質的健身分享者 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我再分享給大家認識 其實有在健身的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雞胸肉啊 他用清蒸或是水煮 吃起來就是彩彩的 因為平常我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做 料理啊 或是烹飪啊 所以最多最多我就是把 蒸熟的雞胸肉 然後拔絲 然後跟小紅花拌在一起做成涼拌 其實就會變得比較爽口 要不然有時候出門就是沒有時間去做 就是蒸的時候就直接帶出門 然後一弄完就把它剋掉 吃久我真的會受不了 所以偶爾還是要這樣 變換一下口味 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小紅花 豐富的維生素 很適合在練後的時候拿來補充兩分 關鍵就是大蒜 大蒜真的是百大 嗯 好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或想更多就歡迎訂閱囉 一見人蓋伊 下次見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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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